嗨,大家好。 这是做的啥吗? 这是洋鱼又是白菜叶子的。 昨天看到东北日的大蘸酱饭吗? 蘸酱菜。 哦,蘸酱菜哦。 饭煲。 她要学的常常注意哈。 今天我们新家人来做这个东北的饭, 看能吃习惯。 我说我妈又是洋鱼,又是香菜, 又是大葱,又是白菜叶子的。 偷一次吃, 第四道吃个饭,做个饭。 就是啊,那个姜上如果吃过去稍微有点咸, 咱们不要做失败了。 那姜还在炒鸡蛋,那样子吧? 嗯。 尝试一下哦。 先把土豆蒸好,蒸好,蒸好。 把两个大葱, 拿两个大白菜的叶子, 要不然保不住, 我看人家那叶子都大, 你的叶子有点嘎。 你不要舍不得拔, 你把这个大的拔上几个。 啥洗啊? 九点椰子就行了。 啊,九点椰子就行了就是。 拔上几个椰子, 哎,对。 哎,就这样子就刚好。 太嘎了不行,太嘎了保不住。 哎,这样子的, 没得恨你那种。 把土豆片蒸上榴。 就是四春家东北的一锅出。 咱们这厨艺点简单, 把羊肉蒸好嘛, 蒸棉给它。 这我妈跟我一两个交流厨艺在, 交流一些, 以后要做的东西做的饭。 我姨拿的鸡干子, 鸡蒸新鲜子, 看到没有? 在给我植儿子炒着吃, 土鸡的哦,就是。 妈妈又要提十几桶水, 气氧过去哦, 这是在做康复训练的, 胳膊要拉直。 哎, 慢慢提进去哦。 东北鸡蛋酱, 然后之前上网搜的教程。 哎,妈,不不不, 就不捞出来,不捞出来。 捞出来好? 不捞出来,不捞出来, 他们说不捞出来, 然后把, 明明放弃了, 从华, 拉子操墙。 先操进了。 我妈妈一次要把这些葱花辣的香味更多一点。 稍微炒香之后, 把这个, 往上买的这个酱, 黄豆酱, 倒入黄豆酱, 再倒,再倒,再倒,再来。 再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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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 嗯,操一下,看一下。 好,确实,鲜的事情差不多了, 刚做想起来, 我妈不看放太多, 就太会咸了啊, 这样烤一下, 这就都没鸡蛋酱吧, 应该就这样吧, 酱油再给你放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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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咸了嘛。 出锅了, 把这真熟的土豆给它压绵, 压什么磨磨的。 把土豆给米饭搅匀了, 这鸡蛋酱已经做好了, 看到没有? 就是,把这个要包到上面是吧? 放到上面, 多了一点是吧? 少来点吧, 一口香嘛。 然后呢? 把那个葱, 匣子,香菜, 酱要放一点。 少放点酱, 不要太咸了。 来点酱。 放点什么? 葱是吧? 葱, 一两个葱, 香菜也要放点, 香菜吃了吧? 香菜吃。 嗯, 再放个香菜。 尝试一下, 一包一卷了一块。 匣子吗? 大了。 匣子就大了是吧? 太大了。 嗯。 卷的方法, 你看。 卷的对不对, 也不知道。 你能吃习惯吗? 不是, 可以。 还有层次感, 主要是吧? 嗯。 呵呵。 把我爸吃笑了。 没吃过, 第一次吃, 只得手忙卷乱了。 呵呵呵。 我兄弟第一次吃啊。 都没饭包。 今天吃了个新吃饭。 嗯, 这是啥? 这是酸菜粉条肉。 这是我的最爱, 吃米饭。 嗯, 煮饭。 看了多。 蘸姜菜。 匣子也可以蘸, 辣子也可以蘸, 各种。 我们, 这是奶奶包的爱情饭包是吧? 其实我们冰山这个地方,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。 嗯, 全国各地都有, 各个民族是聚集的地方。 即使不换菜, 分数习惯也好, 饮食文化也好, 都在这碰撞了。 其实。 因为我们吃这个, 挺习惯的。 有的人说, 好像是我们很习惯的东西。 可以啊, 它是最全。 因为我们周围邻居啊, 北京, 上海, 湖南, 广州, 到处都有呢, 我们在这里一块生活, 饮食习惯, 整个都在这里融到一块了。 主要就是, 上网天天看的, 确实有点吸引人啊, 看着沾了像, 沾了妹的这个饭包, 我也偷一次吃, 我还没吃了, 我也准备吃一个。 好, 嗯,完美。 今天尝试个新吃法, 又是完美的一天。 简单吃米饭菜, 继续保养吃。 嗯, 让我们生活多吃一点。